脫下口罩开心和球员合照 俄罗斯寡头富豪阿波拉莫维奇 传出成了莫斯科毒杀的新目标 媒体爆料就在这个月三号 阿波拉莫维奇参与在基辅举行的私下会谈 同一天就传出眼睛红肿流泪 手部和脸部脱皮 甚至一度失明好几个小时 另一名这个月中曾参与第四轮会谈的乌克兰人员 也出现同样症状 虽然美乡官员驳斥中毒消息 但三人发生症状前只有使用巧克力及喝水 各种巧合让外界质疑真相不单纯 过去俄罗斯异议分子暴动小猫乐团的成员 就曾遭俄罗斯当局毒杀 2006年的俄罗斯前特务李维南科 2018年的双面间谍四个礼派妇女 还有2020年普丁政敌纳瓦尼都曾遭莫斯科毒手 莫斯科最常用的神经毒诺维乔克 毒性是一般神经毒计的八倍 而曾经是普丁好友的阿波拉莫维奇 恐怕就是因为这句话招来杀身之火 阿波拉莫维奇是唯一公开力挺俄乌和谈的俄罗斯挂头 华尔街日报也指出下毒的幕后黑手疑似是莫斯科强硬派 意图破坏俄乌和平谈判 乌克兰外长在和谈前夕也警告与会人员 最好不吃不喝不乱摸 就怕谈判碰上毒杀搅局添加更多变数 再来新闻 下集报道